字幕组 莫哥 这是恩义的合同 现在的恩义势头可不小了 尤其是这次线上宣传 让他们的知名度提高了不少 恩义成为国内手机品牌的代表 应该不会太久了 是的 恩义现在风头震盛 业内预估他们上半年的利润会很可观 现在的恩义除了公屋 谁的势力最早 应该就是副总裁陈白了 毕竟也是袁老杰的人物 在公司里的势力盘根错节 实力也不能小看 陈白 系统有纰漏 没想到 产品已经被放到市场上了 早就发现手机系统有问题 为什么不立即更新 为什么要拖到现在 你们给我一个解释 龚总 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没有在测试单上签字 更没有批准这批产品上市 具体这批机子 为什么在没有更新的情况下 被投放到市场上 我也不知道 这批机子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弄清楚 我到底是谁的责任 我倒是觉得 工作宁可能太过敏感了 这只不过是系统上的一个 小瑕疵而已 当然了 解决这样的瑕疵并不难 首先我们可以先 做一个小补丁 把它安装上去 再让我们的客户 把它下载下来 万一有什么数据泄露的问题 应该也不会有人知道吧 所以陈总认为 只要用户那边没有发现问题 就不算问题了是吗 那如果用户那边发现了问题 而且问题不是个人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加强收获服务 确实在不行就免费换机 照一句这么说 那恩怡的品牌性 就会一点一点 被这些问题机的砸光了 王阳 你也是恩怡科技界的元老技术 你们两个来恩怡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应该清楚恩怡是如何 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必须立刻发表声明 全部招呼赔偿 龚总 发现了在招呼 那是个别问题 我们控制控制舆论就可以了 可如果正式发声明 那就是大问题 您说的品牌性 我觉得这才是砸了品牌 我宁愿让恩怡知错就可 也不愿让他汪洋无脑 你啊 要保持一个能够时刻感受惊喜的心 你啊 要保持一个能够时刻感受惊喜的心 我只有一刻时刻感受很累的心 我只有一刻时刻感受很累的心 你干嘛 请进 请进了 怎么这么黑啊 怎么样 是不是完全不痒 有了我们的伏价 这都是你弄的 你当人是我 其实是白羽的主意了 但是我也付出了一碗的心不再收着好不好 是不是特别爱我们 来来来 带你去看看 好漂亮 我这么多呀 一看就是你认定了 我这可是为了让你寻找臭的灵感 爱死你了 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一个更好玩的东西 那你看那个 你看 这 这 这是什么 穿黄色衣服的呢 是我 穿蓝色衣服呢 是白羽 还挺像的 那 我跟白羽是这样想的 以后你的办公室呢 就做我们的 私人会议基地 如果有什么秘密啊 想法 打算 都可以在这儿聊 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畅所欲言 所以我和白羽一起创造了这个 黑白无常墙 什么墙 黑白无常墙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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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话说 旁渤之间不能共事吗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工作室 以后肯定会遇到很多机会 也会遇到很多麻烦 假如有一天我们遇到分歧 或者意见不同意 我希望在这里面大家都能敞开说 把自己不爽的 讨厌的 都说出来 如果不好说呢 就写一张便签贴在墙上 白色的呢 代表你喜欢的 灰色的呢 代表你不喜欢的 假如有一天我让你不高兴 惹你生气了 你就把我从白色的贴到灰色的 这样我就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一本正经过 这么细心 我都不喜欢了 之前呢 是 画手石小念和泽编丸子 现在呢 是 石小念工作室负责人之一丸子 当然要做好防疫了 丸子怕自己能力不够 帮不到你什么 都跟我捞捞一枣是吧 好好好 我觉得呢 我们也是一起成长 一起慢慢地挑战 慢慢摸索 所以有错误 这很正常 再说你如果有让我不高兴的地方 我就直接骂你了 还用得着这么委婉的方法呀 那 那我们这个墙 至少得拍上用场吧 要不然把我们作品里面 反面人物贴到灰色的墙上 把主角 大家喜欢的 贴到白色的墙上 直到剃满为止 怎么样 那 黑色墙的第一位主角是谁呢 这还用说吗 不行啊 龚欧如果来这试察怎么办 就看到了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他肯定不会知道的 以他的性格 他肯定会觉得自己 好酷 那好吧 好吧 我去选一选 好 走 少年 确定好哪一招了吗 这么多公欧啊 就这招呢 是 凶巴巴的 来 走 带一圈子 走 我先去接个电话 喂 他不是当女朋友 我确定 但是 好像也不是别的关系 很有趣 我很喜欢这个活儿 很值得继续看下去 没想到 龚总反应这么强烈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嘛 你说这个 市场上手机缺货 咱们及时拿货补上 也没什么问题 更何况又不是什么残次品 一个补丁而已 说得也是啊 发这么大脾气 没事儿 陈总 你放心 他如果知道这件事 是你自己操作的话 我们大家 都会帮你说话的 是啊 问题是现在 线上线下的 新品宣传做完 咱们基本上没什么资金 可以补上这个漏洞了 拿货补 也是拿钱补 没钱 这事就严重了 咱们现在是自己挖坑 给自己挑啊 行了 这事多想了也没用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吧 赶着急 这会添乱 你们回去吧 你确定吗 他应该不是有意的 这应该不属于一时疏忽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他倒不像是在策划什么大的阴谋 反倒像是在自保 什么意思 陈百在负责线下宣传的时候 志得意满 本以为这回可以在你面前好好出一次风头 巩固自己的位置 没想到让我们以小博大 用最少的资金 获得了更好的宣传效果 他有些恐慌 这回也是因为他手上的老客户 断了货 他为了增加销售量 疏通了测试团队的几个人 他恐慌 我看他一点都不恐慌 他是胆大包天 恩义的信仰来自于产品的质量 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而且 最早放出你我恋爱匪门的 也是陈百的人 怎么讲 其实找出这个人并不难 顺头莫怪网上推 眼下他要去美国培训 应该与陈百安排的 去查 凡是参与此事的 全部安排离职 好 那陈总那边不用担心 去把其他的事和人做好 明白 行了 我觉得这件事你也不用太招心 虽然赵回肯定是要赵回的 但其实这漏洞出问题 那可能性不大 那个 我的意思是 不用凯着急 来得及 快去把你的事情处理好 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别气了 都会好起来的 不让她谈谈 我 väl得你 不然和她谈谈 好 一会儿见 拜拜 对了 苏鸣 我姐那边安排的是什么时候开会啊 大哥要下周了 安排得及 这样 我出去陪小弟吃个饭 有什么事下午回来再说 不走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吧 我先去了 前处 前处 等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都准备两次婚纱好不好 好啊 那到时候我让姐姐陪你交出来 那咱们得先把证领了 省得你到时候反悔 你这个人其实想太多 我怎么可能会反悔吧 女孩子嘛 本来就是很容易多想啊 等咱们两个领了证啊 我就找个小盒子把它锁起来 锁得严严实实的 绝对不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陈楚 你怎么了 阎晨 天初 我有个东西想送给你呢 这是什么 这个是结婚证 你拿了它 我们就永远不能分开 天初 快跑啊 不然就看不到末日了 天初 你放心 我一定会紧紧拉住你的手 不会放开的 天初 还有医生说你没什么大事 我都说了没什么事吗 你还这么担心 跟医生聊这么久 吓死了 你说这次我在你身边 要是自己一个人 出点什么意外怎么办 你放心吧 我有下次的 天初 医生说你做功能 脑部手术 虽然恢复得还好 但是你也要保持心情平和 不能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没有 可能最近是太忙了吧 下周又要开会 很多资料典型出来 学机也真是的 都知道你身体不好 怎么还跟你安排这么多事 没事的 我出去休息就行了 走吧 我们去吃饭 陈白 我不和你兜圈子 我们在一起相处共事的时间 也不短了 我哥还在的时候 是我们三个人的共同努力 才会有恩义今天的成绩 我们在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上 都会有争执 但一直都是就事论事 从来不会在背后做小动作 这点我为自己打包票 也信得过你 上一次在做产品宣传的时候 我们有过分歧 但也算是公平竞争 而这一次 在做产品测试的时候 你在背后 故意疏通把关人员的事 有备于我们当初 一起创办公司的初衷 谢谢你还记得 这公司是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办的 晓鸥 我的压力真的很大 商品需要抢占市场 做手机的不只是我们一家 你以为只有我还这么做吗 我也是为了大家 为了恩义好 正是因为我知道 这家公司对于我们三个人的意义 对于我哥的意义 才会在产品的质量上做严格把控 而不是在背后做有损公司利益的事 还有 你以为在背后和那几个股东们 联手做的小把戏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之所以没有拆穿你 是不想在个人感情上有所纠缠 我希望你能够主动提出辞职 看在我们曾经 并肩奋斗过的份上 好聚好散 那如果我不走呢 那如果我不走呢 有关于你个人的调查报告 很快就会出结果 到那时候 董事会会深究你的责任 有必要的话 也会采取相关的法律措施 你也不想落得如此下场吧 中文 公罗 你知道我为恩怡付出了多少吗 如果没有我 恩怡不可能 从一个小小的公司 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我 你也不可能每次过来 就开开会挑挑毛病 然后拿着公司的钱 去给你的女朋友开工作室 办出办赦 A1不只是你和你哥的 还是我的 所以你不能让我走 二十四小时之内 我要收到你的辞职报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一声 我叫人做过就不行了吗 没事的 千初的事嘛 我总想着自己比较放心 万一别人再弄错了 耽误千初个就不好了 千初找你做媳妇 真是他的福气 我现在就盼着你们赶紧正式举行婚礼 我也就踏实了 好像是放在他那个水晶球下面的盒子里 阿姨 什么水晶球啊 千初小的时候带回家的一个玩具 瑶瑶啊 就跟下了血一样 她说是她的美少女送给她的 前阵子搬出去跟你住的时候 把包一起带走了 您这么珍惜这个水晶球 帮宝贝一样收藏着 摔碎了太可惜了 小迪 你怎么了 是不是累了 没事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就不陪您了 没事 注意身体啊 我还是学校的 学姐 你快帮我 签初的那个水晶球被我打破了 你先别着急 水晶球的事情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但是你自己也精明点 签初的这个水晶球 是她的美少女送给她的 但是 是什么情况下送给她的 我和爸妈也不清楚 所以你要更加小心 千万不要让他怀疑你 月姐 我能不能问一句 你为什么要帮我呀 这就像你为什么发生了事情 会第一时间想到我 与其对抗 倒不如好好合作 揭穿你对于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好处 天出身边是你 还是是想念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话倒还不如是你 至少你也还听话 放心吧 我会帮你的 安心做你的沐太太吧 如果谁为陈总的事情 我不建议你在这个手里 毕竟她的事不会牵扯到你身上 龚总 我有我的难处 虽然说平时我和陈总交情不错 但是感情是感情 工作是工作 这和陈总没有关系 老杨啊 以你现在的恩利的位置 还有薪资水平 在同类企业中都是很有竞争力的 这个时候辞职 你不觉得可惜吗 龚总 主要是我年纪大了 不像你们年轻人 还能再打拼十年 我既嫁不了班 又熬不了夜 就不拖累你们了 好吧 儿子 我 是 等龚总寒敏 你听我说啊 等我再把辞职报告交上去啊 那咱们部门 可是走了三分之二的人员 你人员相当可以啊 一无百应啊 这个部门的人 都是我一手在门出来的 而且他们手上 多多刷上的东西不干净 他们不辞职 难道等着龚欧去查他们吗 而且大家也不傻 东家不做做西家 有着在恩义的工作经验 害怕找不到饭碗 我这话也说回来 王鲁森那可是一块硬骨头啊 他把我派去的人好一通大骂 骂咱们是什么狼心狗肺 本来呢我还想带着这个老专家 组成团队再找下家 那带一个肯定比恩义好多了 没想到老爷子刚烈得很 不管他了 他一个人成不了几乎 光我又不可能靠一个老头子 就光他收拾餐去吧 那好吧 陈总 你把我找到导师 还能够靠着 你自己那样 你一直在想 你不想要想 你不想要想 好 你不想要想 那些人 你不想要想要想 这些人 我对我好想要想 你不想要想要想 那些人 开不掉了 我知道大家对恩义的感情 其实龚总他 恩义的成长和大家的奋斗 是分不开的 既然各位趋一已定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我把酒量跑我去探枪 那男人 赶紧了 赶紧了 快了 快了 小弟姐 您今天的戏份都拍完了 怎么还不回去啊 我先不回去 建筑不在家 我回去也没意思 你先去收拾东西吧 好 小小姐 你的快递 小姐 小姐 这是什么 你看 打雨太棒了 这咱们工作室才正式开张了 之前给公公做的 那个宣传视频不算数 那是我们十二五年 改牙子上架弄的 这才是我们十二五年 工作室的第一笔正式订单 第一笔 不过 这不会又是冲着恩义来的吧 你确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吗 放心吧 这家公司的背景 我已经调查过了 主要是以 卡通星的宣传为主 也非常符合我们的风格 对了 那个负责人还说 他因为在微博上 看到了你给恩义做的宣传短片 非常喜欢 真的 太好了 那他还有没有提什么别的要求 他们要求 需要打包一个文档发过来 不过大部分 都是产品的应讯要求 具体的设计还是要你来做 法国创造力的时候终于到了 庆祝 我们一定要庆祝 我们开场以后 还没有庆祝过呢 最起码今天要吹大吹一顿 做个好踩头吧 走走走 开动 开动 哎 等一下 来来来 我们先庆祝一下吧 好啊 来 庆祝一下 祝我们工作室越来越好 赚大钱 发大财 相依兴隆 对 加油 谁点酒啊 喝点酒庆祝一下吧 我不能喝酒 这喝多了 我特别容易胡说八道 这么开心的日子 就喝一点吧 那 那就喝一点吧 点点 干杯 喝酒 真甜吧 还喝呀 再喝 来 我陪你喝 干杯 干杯 表面 那个要不我先把您送回去吧 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回去 那我先回去了 你回去吧 没事 小心点 走走 我接个电话 喂 李章 你打赌输了 承得过的事情 要兑现啊 我知道啊 大小姐 我先送小老板回家啊 不跟你说了 石晓妮喝多了 我过来歇点 什么 石晓妮 是不是石晓妮打过来的 走 抓他去 石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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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都多了 又喝酒 每天都睡觉 像个猪一样 快起来 我有事情跟你说 米生 你输了 你的愿都不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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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多了 你别喝了 陪我喝酒 你输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酒 你不要我喝酒呢 走 这 这是 是什么 这 我 石晓妮 谁让你喝这么多酒啊 你不能喝 你就别喝这么多嘛 穿死了 徐晓妮 我喜欢你啊 你 你给我酒 你给我酒 给我呀 给我呀 完整我 我说完了 听没听到 都不怪我 每一次双手进口心脏也较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曾感觉难辨的长夜 淋漠未来的图画 会奔离是我们的梦想 回来了 这么晚 累了吧 不累 给 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以为你一点都不在意 摔坏的那个水晶球呢 你都不知道 我打碎这个水晶球的时候 紧张死了 怕你生气我都不敢多说话 今天逛了好几个礼品店才买到的 不然都不敢回家来见你 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看不见的时候 我看不见的时候 就摸着这个水晶球 想象着那一年 你带着我看大雪时的样子 你自己的手都冻得冰凉 还努力地给我暖手 我看不见了 小弟 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的 那可说好了 以后我要做错的事情 你不许不理我 刚不起生气 怎么会呢 傻瓜 我的美少女 纽约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子 也只有我最想娶回家的人 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讨厌你 我这是走出多长久啊 我这是走出多长久啊 施小念 实际上怎么会有你 这么清新脱俗的水资 你是来搞笑的吗 我好想了 手机按批词招回的消息 已经发出了 各个渠道也都已经给了反馈 有关于N1手机的质量问题 确实也有人产生了质疑 但是 现在资金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如果网络上的评价 越来越下滑的话 那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悲伤经济 就会导致试探进一步的恶化 我清楚了 这次离职一共有多少人 一共有二十三人 其中有一半以上 都是参与过N1核心技术开发的 顾总 成百的出走 对咱们造成的损失 远比预想中要严重很多 虽然有保密协议限制 但是以陈柏的人品来说 保不准 会变相泄露给咱们的竞争对手 N1如果不能 结实跟进咱们的技术成果 并保持领先性 会面临核心技术 被赶超或替代的风险 现在的情况大家都了解 陈柏带领部分团队离开 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 还有王鲁森老先生这样坚信 N1能度过难关的员工 我们N1能在一次次风波中挺立不倒 不光是过硬的技术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上下一心 多大的困难都不会把我们打倒 请在座的各位想想 我们N1的福利是不是在同等行业中 福利最好的 那N1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再坚持一下 王小姐 龚总 我们底下的员工都是明白事理的 我们在N1这么多年了 已经把N1当成我们自己的家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去做一些 背信其义的事情 谢谢大家 我会尽量保证 你们待遇在短期内不会想法太多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不过龚总 现在我们的局面不太好 还需要想办法应对一下 我知道了 需要调整的人事部门调动 我今天会发布 现在会吧 很容易死人 是一个人心腊胀 或还有一个人心腊胀 就是五股胀 从哪儿 在小股胀 都不是一个人心腊胀 你不能帮他们 就是说 我肯定是行腊胀 如果肯定是肯定是肯定的 肯定的肯定是肯定的肯定 肯定是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肯定的肯定是肯定的肯定 肯定是肯定的肯定像倩肯定的肯定 在眼睛康复之后啊 也可能出现后遗症 比如像眩晕 或者失误模糊等后遗症 那对他的记忆 会不会有些影响 应该会是有的 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 因为有一些患者呢 他的潜伏期比较长 到老了才会发作 像穆先生这种情况呢 属于有的时候记忆会混乱 但是不会很严重 穆总 我知道了 在外面等我吧 医生 熬您费心了 谢谢 不客气 恩义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陈柏辞职了 恩义出了这么大的人事问题 陈柏也走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两天 我们的人带出来的消息 说是龚欧逼走了陈柏 因为手机质量的事 不过现在还没有陈柏的动向 应该是尚未寻找夏家 basketball 说东西 什么地方 又叫金柏辞职 什么样的身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